国道三号的走山事件 也让先前来回在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 长达12年没有过关的地址法 再度引起了注意 蓝日立委现在都认为 修法有迫切的必要 国民党团更是把地址法 排进了本会期的优先审查法案 无风无雨无地震 却还是发生国道三号这场空前的山崩意外 如果12年前就拟定了地址法通过执行 是否可以避免更多灾难 民国85年经济部研拟 88年送立法院审议的地址法草案 民地政府必须展开全面地址调查 并且公布结果 同时应该划分地址敏感区 限制土地开发 蓝日立委都强调 现在要把地址法列为 本会期的优先法案 大家取得共识以后 能够赶快来三读通过 地址法现在行政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立法院来加紧来审议 地址法草案其实在民国93年已经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但随即遭60多位立委提出复议 为了完成立法程序 民进党立委简兆栋就是其中一位 检兆栋表示当初认为地址法和学徒保持法 公路法等多项法律有冲突 连农民在自己的地盖农舍都要提出地址安全评估报告 有扰民之嫌不可行 但现在地址法立法的迫切性又浮上台面 各界希望借由立法能及早建立公开透明的地址资讯 让国人能提早远离潜在的危险土地 别让悲剧一再发生 记者王秋成 新农台北报道